我们看在今年9月底 俄罗斯正式开始了对于叙利亚境内恐怖组织的空袭 而与此同时一些俄制的地面武器也出现在了叙利亚 这当中就包括一款平时非常难得一见的 喷火坦克TOS-1型火箭炮 威力非常惊人 能够瞬间让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化为一片火海 据说7秒钟之内就能毁灭一座村庄 而与此同时 叙利亚政府军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恐怖组织的大反攻 那么今天咱们在冰淇淋来看 就来说一说俄罗斯的TOS-1型喷火坦克 究竟能在叙利亚展现怎样的威力 2015年10月23日 在叙利亚电视台新闻节目播出的一段战场画面中 出现了十分惊人的一幕 只见叙利亚政府军向一处山坡发起炮击 炮弹所到之处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据悉 叙利亚政府军此次作战区域位于东北部山区塔吉亚 自今年7月起 旭政府军就在该区域展开了作战 但收效甚为 而在此次战斗中 旭政府军首次动用了俄制TOS-1A型喷火坦克 画面中出现的就是这种喷火坦克惊人的作战效果 虽然TOS-1A被俄罗斯陆军习惯地称为喷火坦克 但实际上 它并不像二战中出现的喷火坦克一样 能够喷出火箭 严格来说它是一款多管自行火箭炮 但相比之下 TOS-1A型火箭炮的作战效果则更加明显 有资料显示 早在1998年 俄罗斯陆军便装备了TOS-1A型喷火坦克 但长期以来 外界几乎得不到这款武器的任何信息 直到7年之后 在2005年的阿布扎比防务展上 俄罗斯方面才正式公开了其部分性能和作战效能 从目前看的这款喷火坦克 的确它是不会喷火的喷火坦克 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云爆弹或者微压弹这种技术 它打出的这种火箭弹 它的燃料很特殊 它这个东西遇到空气就爆炸 遇到水就着 你把它埋起来以后 如果它重新暴露继续燃烧 所以它是一种异常能燃烧的这么一种东西 另外它和云爆弹的很多功能相似 你给我炸开之后 这是第一次起爆 然后它没有很大的动静 但是第二次 当比如说气溶胶或者是固体溶胶 扩散完毕之后 有个第二次起爆 第二次起爆 它的扩散范围比第一次要大得多 所以靠冲击波 窒息 而且缺氧 以及其他的这种爆空作用 让整个地面的杀伤效果非常强大 如果你藏在洞里 藏在山沟里 或藏在以前传统炮弹打不到的地方 这些所谓的云爆弹或者是温压弹 全部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说这种武器所到之处 存草不生 那我们看 正是因为TOS-1它的这样一个特点 让它成为了俄罗斯的一款秘密武器 而同时我们也讲 除了喷火坦克这个名字之外 它的威力是非常的强大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 它被称作是村庄毁灭者 实际上早在10月中学 就有外国媒体报道称 六辆俄制TOS-1型烹火坦克 被运抵旭政府军作战前线的消息 引起了国外舆论的一片惊呼 一方面是有媒体误认为 俄罗斯地面部队正式加入战斗 而更多媒体惊讶的 则是因为他们深知这款武器 惊人的威力 曾有俄罗斯军事杂志披露 由于采用特7-12坦克为底盘 无线电影机 所以我们会发现 TOS-1它的做人能力 确实非常的惊人 但是这一次 在叙利亚这个战场当中 看到了它 其实我们讲不仅仅是叙利亚战场 在过去类似的战场当中 它的表现也是一年惊人 2014年7月 一架俄罗斯安-124运输机 降落在伊拉克某机场 地勤人员在运输机中卸下的 正式TOS-1型喷火坦克 当时正值伊拉克境内 极端恐怖组织 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伊拉克部分城市已经被攻陷 面对国内日趋严峻的反恐局势 伊拉克斥资10亿美元 从俄罗斯购买了 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 TOS-1型喷火坦克 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款 火力压制和杀伤性武器 2015年3月的最后一周 伊拉克国防部长奥比迪 亲赴位于萨拉赫丁省首府 提克里特的战场前线 指挥政府军 什叶派民兵 以及逊尼派武装 对极端恐怖组织展开围攻 在作战中 奥比迪特批政府军 使用俄制TOS-1型喷火坦克 在喷火坦克强大火力开刀之下 极端组织的武装部队节节败退 仅一周之后 4月1日 奥比迪便对外宣布 迪格里特市区已经全部被收复 这是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 取得的最大军事成果 除了在伊拉克反恐战场之外 TOS-1型喷火坦克 在此前的实战中 多次展示出了强大的战场压制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苏军就曾经将TOS-1型的早期型号 用于阿富汗战场 当时苏军就发现 这种火箭炮特别适合于山地 岛屿 坑道 壕沟作战 具有其他武器 所没有的精神震慑作用 而在1999年 俄军第二次围攻 车臣首辅格罗斯尼时 TOS-1型喷火坦克 更是展示了其作为火箭炮 优秀的打击精度 据有关资料记载 当时TOS-1型喷火坦克 使用的远程火箭 偏离目标的距离仅有八笔 它对这种不规则的作战行动 有很强大的遏制功能 你比如说以前部队打仗 你想两军对垒 我可以研究对方的战术 就是它想做什么 能做什么 它按规矩来的 但是现在恐怖分子 包括现在的一些 游击性和反游击性的作战行动 没有规矩 一般的这种部队的打击 或者传统的火力打击 很难达到这一点 你比如北部的城市地区 包括一些复杂地形 你按照传统的火力打击 火力准备 你很难彻底消灭这些目标 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火力使用的这种方式 又受到重大的限制 而且杀伤效果 也受到重大的限制 所以这种武器装备 在这种条件下使用 有可能有天然的优势 没有到城市作战 死角多 另外可以藏身的位置多 但是这种所谓的喷火坦克 它可以把自己的死亡触角 伸到每一个角落 所以如果在反恐中 大量使用这种装备 有可能对那些传统的 不能再传统的恐怖分子 和作战 基本没有作战样式和规律的 这些恐怖组织而言 能够产生强大的杀伤 破坏效果 那么除此之外 应该说TOS-1这款火箭炮 应该说它在反恐的战争当中 也能发挥一些非常特殊的作用 自导弹诞生以来 军事装备的发展 越来越趋向于精确弹机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用海空高度协同作战的方式 以及大量的精确制斗弹药 为现代战争下一个定义 然而 相比于正规军队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反恐战场上却有着很多特殊性 让作战模式变得异常复杂 阿富汗的山洞 就曾经让美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2001年10月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 发起了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 大规模打击行动 阿富汗战争正式打下 在此次战争中 美军出动了包括 B-2隐形轰炸机在内的 大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昼夜不停的空袭行动 让美军一路高歌猛进 然而随着战争的继续 美军在控制了大量城市和军事基地之后 他们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由于阿富汗地势复杂 美军很难再见到武装分子 成群结队的与其正面交锋 取而代之的是 大批基地组织武装部队 隐匿在崇山之中 美军先进的精确制导弹药 根本无法穿过厚厚的山体 对山洞中的武装分子 形成致命打击 针对这种情况 美军动用了大量GPU-28钻地弹 这种价格不菲的弹药 让美军承受着不小的经济压力 然而 这种钻地弹 仍无法打穿阿富汗的山体 于是美军决定 紧急研制重达13.6吨 钻地深度超过30米的大型钻地弹 复杂的地形环境 和恐怖分子善于隐匿行动的特性 一直是影响反恐战争进程的 最关键因素之一 美军也因此不断研制 威力更大的钻地弹 以及其他适用于 反恐战场的武器装备 如今TOS-1型喷火坦克 出现在叙利亚战场上 有分析认为 这款武器比美军此前使用的 钻地弹等武器更加经济实用 能够成为新一代的反恐战器